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信方找机会来到槐树下 孔方都齐用折纸飞机的方式传递布防图 龚大河等人于铁匠铺的老铁街头 约定要把布防图和总工时间交由老铁带出去 严学武 陆达挖通槐树下的火力布空点 工人们开始悄悄往古墓转移 老铁发现自己被日军盯防 为了不让龚大河暴露 他故意袭击日军牺牲 龚大河带伤去送补防图 向海因劝信方和他们一起撤离 被回绝 他告诉向海因自己的真名叫何语熙 向海因和瓦格纳深夜偷偷潜出房间 以口令过关 从打通的槐树下进入墓穴 保罗暗器毒杀了十天 他用微型照相机收集好资料离开房间 龚大河赶到团部 但因为时已晚 杨团长不能按时发动总工 他以炮声为信 令约晚上八点作为总工时间 为了不暴露墓穴 孔方只能让工人转移回牢房 但中午没机关就会发来确认函 向海因就会暴露 孔方又出一招 让向海因孤注一掷 无有一事不明 讲 实验已告一段落 只需将东内几中国人 尽早出根 一定会的 但不是现在 那要等待何时 一定要等到 实战检验成果 人体标本全世界都难找 只有在中国可以找到 七三亿部队 以前找的一些贫民 造成了许多的非议 我们好不容易 抓捕了这么些战俘 岂能轻易杀之 是 报告 危点到了 报告 郑总 电报机坏了 很大 怎么搞坏的 不是我搞坏的 我刚进去的时候 就发现已经坏了 电报室的钥匙 几个人有 报告将军 只有我一个人有 门锁有破坏的痕迹吗 没有 一切正常 你能修好这个东西吗 报告将军 不能 因为 有两个零件都被拆了 你马上下山 再用一台新的电报机来 是 董上军 我们去实验室看看 是 是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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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时间休息吧 睡不着吧 睡不着 也要睡 也要睡不着 隊長 又池捕りですか 死にたいなら池捕りしろ 生きたいなら敵を殺せ 来 ワガナ教授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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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完成了 整个过程 都塑描記錄了吗 是的 加紧 教授 我还是想验证一下 エヴァライン証明 没有测试 这是结果的 不用验证了 的确是真的 因为你的话我不信任 走 我们一起验证 走 我们一起验证 走 快走 走 了 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杭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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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觉得胸闷气短 十天军 到 你去 监督瓦格纳替取荣越 一步不要离开他 对于荣越要做到心里有数 不可混乱 去吧 腾上去 马上 把这个荣越 做成一批化学弹头 马上实战 检验成功 是 何か異常あったか 报告します 異常ありません ここは重要な出入口だ しっかりに貼っとけ 是 优优人 新方小姐 我不能跟你交谈 抱歉 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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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把钥匙交给我吧 他会把这关系统 这是我的厕所 我保持了这关系统 我把这关系统 这是他的实验室 他为什么要交出钥匙 我跟他教授 这是恒威家具的命令 从今天开始 实验室的钥匙由我来保管 他说这是总裁的 从今天开始 他将把工厅的钥匙保持 我必须要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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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危险 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 你说吗 他们有自己的灵魂 他们有自己的灵魂 它是在你的袋 为什么知道你这些东西 你的袋是在你的袋 需要你看她在新冥有凡吗 让我ắt起来 如果我带他这个手去你 我会把你伦都抓到 我想让我想想 让我看到她也很坚固 如果我能做一定败 我会看到她的手机 她會看到她非常可能 她依然不信心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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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在一艘船 我会你不怕 我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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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我晚上就要撤离 到时候我来通知你啊 毒气种子呢 在我这儿 给我 等出去了我一定给你 你不给我我就不会跟你出去 你不相信我 我现在谁也不相信 那你还把女儿交给我 那件事情我可以相信 那这件事情我不能相信你 因为我们各位记住 你到底要拿那个做什么 我不知道 反正你不给我 我就不会跟你走 那好吧 有人没有 有人没有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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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老乡 我有急事 老乡 我是拔路军 老乡 开门哪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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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给 干啥 把他给我绑起来 开门点 等个老四点 大叔 我真的是拔路军 你赶紧 你赶紧给我批快马 我得去团部报信去 你是哪股拔路啊 虎头山的 你撒谎也不挑个地方 虎头山 我们这儿都知道 所有的拔路军 都让鬼子打光了 那山都成鬼子站的了 哪儿还有拔路军哪 没打光 我们特务联 我们四个人还在打游击呢 知道吗 弄 弄 弄着鬼子的不防图了 我得去团部报信去 不防图是不是 你拿着鬼子的不防图 那你就应该是鬼子的奸细 你是个汉奸吧 我 我这大叔 你见过拿鬼子不防图的 他干奸吗 那汉奸要拿 也得拿八路军的 这也有点道理啊 那 那您怎么从那山上下来的 走下来呢 吹吧 小鬼子 哪那么容易对付啊 我吹 你去磁水打针打针去 谁不知道我拱大河 吹个英雄 这样 刚开始啊 我不相信你是八路军 后来我们开始相信你了 你有说你是拱大河 不是 你到底是八路军呢 还是拱大河呀 我是八路军战士拱大河 你再撒谎 我们揍你啊 你揍你试试 拱大河 我们都知道 他在磁水靠救人捞东西生活 从没叉叉过八路军 这不是头两天刚刚劈子准吗 说嘴劈子是吧 你再拽 再拽我让八路军收拾你 你拽你 行行行 行了 你再拽你 要不这样 我们村啊 前几年有一个女子 在路过墓水河的时候呢 掉河里 就是这个拱大河救她吧 这样 我把这寡妇叫过来 她要是认你 那你就是拱大河 她要是不认你 小子 天亮了 就把你送我到镇公所 我让镇公所拾到你 那你还不赶紧掉架 行 你小子等着 我来壳水 我来说 现在要是强行打开这个封条 很危险 如果没有打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我觉得 不当按不得已啊 不要去破坏这个封条 厂长 我可以试试 你有办法 那把封条打开 让鬼子发掘不了 应该没问题 那就试试吧 妹子 她说她是拱大河 你看她是拱大河 不笑 不笑拱大河 我 龙大河比她胖 我是饿的 我想起来了 你 就是你 你回娘家栽河里了 我给你捞上来的 你连谢钱都没给我的 我没给你钱是对的 但你这眼 抠抠着 不像龙大河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是饿的 饿的 甭说了 这饿能饿着眼珠啊 偷出去 你敢 那一倒的人等着我救 你这这 你这看看 你修谁呢 你修 你 我今天就要跟你叫小春 你看看你 把她裤子拍了 来 来来来来 她不是龙大河 咱也不能随随便便地 把人家裤子 你爸 那天龙大河下水救我的时候 他是把我 反抗着上来的 我看到他的屁股上 有一个碗大的疤 疤好认 脸不好认 我认疤不认脸 你快 脱 快点 过来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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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爸 这是我的救命令人 人 人哪 你怎么才来啊 我天天都盼着报答你 你报我干啥呀你 这回信了吧 你赶紧给我弄屁坏马去 怎么办 就不一定快 不管了 马钱我回头给你 快快快 内公 你就放心的去吧 马钱我个父 温哥 好 要 少不了 可 多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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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既然要投降 那就坦白吧 别绕圈子 说得好 你们都可以说得好 她说 她非常难受 她觉得痛苦极了 所以 她向您坦白 她希望坦白之后 将军可以给她适当的医疗 还有 放了她 那要看她的态度了 alles was zu sagen ist aber schnell 她还是觉得非常的痛苦 所以她希望得到 将军非常准确的答复 是不是她坦白之后 可以满足他的条件 我可以 我可以答应她 让她快来说 我承认你 我承认你 谁是谁 说 她是一个 证明军的偶尔 然后 将军和珍珠 得到 将军 她现在太痛苦了 但是 她还想跟你说抱歉 因为 山里面那些断电的事故 的确是他做的 他说 他真正的身份 是德国激进组织的间谍 他来中国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毒气的配方 如果有可能的话 带走毒气的提纯液 他跟瓦格纳是同伙吗 你们和瓦格纳一起工作吗 尝试一下 你觉得是比较好 不 不是 他们不是疑伙的 你会说汉语吗 说自己的英语 我 但是我不是很好的 一点点 但是不流利 让他跟我说 我叫山本 请问一下 我叫山本 是工兵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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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维修店里 去维修店里 站住 什么人 我是衡卫控 宏卫将军 我是工兵队 武长山本 奉命检修电路 是 考令 三加七 是 你回去休息吧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也回去休息吧 将军 晚安 将军 对保罗周知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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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警局 向海音小姐的身体 恢复得怎么样了 将军 根据检测 他的身体应该已经恢复了 他表面上看是很疏弱的 你认为他在撒谎吗 是的 杨村长 我是一家村的交通员 我们抓住了一个汉奸 他身上有一张虎头山的地图 我知道了 好 把验照给你摘了 船长 这汉奸就在这儿 船长 我可找着你了 真不容易 你不是滚大河吗 我是是是 你怎么当汉奸了你 我不装汉奸我见不着你 船长 部队已经全部转开 等敌人汽车进入服区圈 立刻攻击 是 你 你这 解 解 解开 解开 来吧 说说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可重要了 今天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报告假许 今天没有见到可疑的行径 巡逻秘籍吗 来往西巡逻 保罗说店里破坏是他所为你信吗 我认为可信 不是他 一定另有其人 那会是谁 昨天夜里所有的房间都查了吗 是的 不 不 向海音小姐房间没查 为什么不查 因为您查了 我查了 苏霞队长 信芳小姐 我奉恒委阔将军的命令 在这里照顾海音小姐 将军刚才亲自来检查过 你还要检查吗 信芳小姐 我们必须各处都查 海音小姐她今天 凭雪阵突发 刚刚躺下 将军 她刚才的确来过 这样吧 你可以叫一下附近的哨兵问一下 我 我 我 在这 将军 有什么事 在这阶段 查过 是 我刚才说过 电力回復了 所以我已经回来了 不错 打扰你和韩依小姐休息了 明天早上四点 必须要发起总攻 要不然山里的人都有危险 大鹤 你如果晚饭之前赶到这儿 我还可以组织部队发动总攻 但是现在 不可能 为啥 鬼子要把武器运出山 我组织了一场伏击战 你现在让我改变作战计划 调动部队根本来不及 所以不可能 是 时间 都让我耽搁了 责任我担不起 团长 擅自改变作战方案 这责任我也担不起 那这计划 就这么失败了 不能等到明天中午 明天中午小鬼子新电台一到 向海音就暴露了 大鹤 你知道什么叫顾全大局吗 团长 我求求你 肯定有办法 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我求求你了 办法有 就是改变攻击时间 那咋通知孔方啊 我出来一趟可难可难了 真回不去啊 不用你回去 我用炮声 等 凌晨四点一过 孔方就会明白 我们没有按约定发动总攻 到时候我让战士们 在山里放八声炮响 八声 问啥呀 告诉他 更改了攻击时间 改为明天晚上八点 那孔方能明白吗 他肯定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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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有事吗 没什么事情 我们只是 要检查一下你房间的电路 和师傅也会透露 那这就是 也会测试 那建议传议传议传 就不能在宽兽 给你 他觉得你 打得不在宽兽 那你确定吗 我这个表达 你也不想在宽兽 这种信念 你也不想在宽兽 就要从 quy格尽兽 没有 不过停电的时候 我去看了看她 昨天也是你阻拦松下队长 搜查她的房间 哪有 松下队长来的时候您刚走 是您托我好好地照顾海音小姐的 所以我就跟松下队长说您走了 太走了 你不是说横文将军来过 你是说横文将军查过 怎么可能呢 你 你听错了 不要纠缠细节了 在山洞里边 谁也跑不了 电力短路是你做的 我同时敢相信电报机也是你破坏的 将军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我 我真的没有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怀疑到我身上 松下队长 是 送她回房间休息 是 新房小姐也回去休息吧 明天电报机就来了 您的真实身份就会值得了 晚安 晚安 快不了 快命 快了 不要 適格 路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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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很樂意 好 班长 好了 我们上当了 搞这是口 别 别管他 好 黄三毛 立刻上报 黄北库 已经造出了具有巨大杀伤力的 化学型武器 我不双方巨大 请就上去火力增援 明天晚上通去火头站 是 先进去 我先发 我们不能在你保护 我们现在要去 安珠 阿吟 阿吟 五加七 他们的口令是什么 很简单 全是数学题 都是加法 冯单加一 冯双加二 如果对方问你 三加五 那么你回答就是 如果对方问你 二加一 当然就是四 十四 三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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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啊 鍋 王學 老闆 進入我們 建議躍進入我們 我可以在這裡碰到一個驅逐端的驅逐狩 我会想你 是真的一件事 我会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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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看 我们成功 好 好 好 走 雷朗 急中 哥 咋没动静 大河没有准时到 那咋办 看来我们得领想办法 哥 抛上 啥意思 哥 哥 哥 来 来 大河没有准时到达团部 团部名炮失忆了 那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得领想办法 对了 长长 我们得赶紧把全部的人撤回去 库老师 日本的六点放早饭的 全部撤出去 可能来不及了 如果不全部撤回去的话 危险会更大 长长 你一定要记住 这回往回走 一定要是旧快不旧慢 让青壮年先走 年老的押后 好好好 尽量想办法 好 快快快 一般过来 将军 据山内两岸上观察 抛上并无危险 也由部队进攻 他们不会拿着炮弹 玩游戏吧 将军 庄组 我估计是附近发生了临时性交火 或者是中国政府剿匪 要密切注意山外的情况 是 对 但不是早上八点 是晚上八点 我们要回家,我和我 或者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 但你会在明天上 你会在明天上 如果我们现在不回家 我们都能回家 我们可以回家 我们可以回家 我会在你的意义 我认为你回家 我认为你回家 我看你 你必须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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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下午末 不如你找到我,不如你找到的寺袋 因此可以找到你 你会在夜晚 你会上水 後晚晚晚的寄到 法康普 上方向前往的路上,我们将会你转抛去 我们的航空会抛应 所以我们不是一定会有人在座面设置 我们可能会议定的, 你会是一定的, 他将会的 General 郑菲仙德呢? 就是这样 她在在游戏中的名字叫Sorge Sorge?我都知道你 他叫Sorge的 他是一位英勞派在日本的 他在以前的年度 他被捕捕了日本人 有只一段短信 他就不听到 所以我希望他 他不是英勞 而是一位的 他的事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做 如果他捕捕捕捕捕捕捕? 所以海因 你说你跟左耳哥有关系 Hungwe Ko是为了一位 你送回日本 可是他要把他捕捕? 洪魏匡这个人很精明 一旦拖延,没机关就会来人了 所以他一定不会耽搅的 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阿姨,你一定要记住了 当我们救你的时候,我会吹哨子 哨子不停的时候,你就一动都不要动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要动 教授',我不停,你女 bạn 准备好晚上eros,今年度有一天 都出来了 没事 报告 将军 我去叫辛范和瓦格纳去早饭的时候 发现他们失踪了 他们怎么触及的 他们有口令 谁知道的 不知道 藤山君 是 调一支分队 马上把他找回来 是 帮子 帮子 将军 陶上 鱼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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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带了 总裁 什么事 为什么让你让你们参与 教授想知道 您为什么要在这儿调兵遣将 马格纳先生 新方小姐 到我的办公室谈一下 他想到他的办公室 马格纳教授 新方小姐 是谁告诉你们的口令 我们猜的 猜的 你们以为我们的口令是游戏吗 难道不是游戏吗 我跟马格纳先生出去散步的时候 经常听到通讯兵在那儿喊口令 不是 逢单加一 逢二加双吗 我们把你当作尊重义的客人 并且派了通讯兵 你为什么不领情 还要猜我们的考量呢 为什么要知道我们的口令呢 叫做人啊 行吗 我会让你们赌总裁 在这儿调养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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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愉快 我愿意从小姐 只要是出街道 冲检 楼棺 楼棺 说 所以在夜晚的电视频 就很不舒服 教授说每天都有人跟着 实在是太不习惯了 而且他们只是想出去看一下风景 也半夜了 不想再去打扰秦武斌 这样觉得很不礼貌 新邦小姐 你觉得我们的口令是游戏 那么 零加零等于其 二 你回答错误 这不就正好证明了 我们是猜的吗 新邦小姐 在你的身份验证没有完成之前 请你不要离开山洞 如果离开山洞的话 你的安全得不到保证 好 没问题 请你遵守诺言 这样 我们双方都减少麻烦 这样 国亮 雪武 明天咱们呢去救海音 宽远 你和陆达呢 等八点团部发起总工以后呢 在这接应马克达 哥 你带雪武和陆达去吧 我和国亮值班 陆达枪法好 能加大你那个概率的可能性 国亮 会开机枪吗 孔老师 我不光是个厨子 还是个训练有素的警卫员 手枪 机枪 步枪 我都行 气劲比陆达差点 不过打鬼子没问题 那陆达 你跟我去 孔老师 我能跟随你是我的荣相 哥 你等等 我还有个命令要下 林雪武 到 我现在任命你为 特务联一排家家卖排长 带领拨相手陆达 执行任务 那我去了谁警卫你啊 你没看见团长那些务员 都在我身边吗 行 那好 咱们各自行动 走 你 你真是不愿意 我不是不愿意 我不是不愿意 我只能有更多自身的 你最好的世界上的最好 谢谢你了 我去居住宿 我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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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王老师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地儿啊 你告诉我 这儿我熟 我经常来这儿抓吃的 想找一个 比较陡一点的地方 跟我来 王老师 慢点 我们就在这儿 营就很 孔老师怎么营救 是埋地里还是附近 都不用 用最越暗示的方法 什么方法 你跟我来 张靖 这个信方是假的 那就请他过来喝茶吧 你为什么不愤怒 能够打入没机关的间谍 你想 能是一般的间谍吗 不会 我们抓住了一条大雨 应该高兴 是 请他过来 是 除非 学伍 助导 我如果把这个树枝 比喻成横尾阔 如果咱们从上面扔石头 你说能不能砸到它 打不到 不过我的枪可以打中的 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海音 那你们说能不能砸它 那我觉得有可能能砸着它 孔老师 这子弹长眼石头不长眼呀 谁知道它能滚到哪里去呢 走吧 这样 咱们从那儿到这儿 用杠杆的原理呢放石块石头 孔老师 啥叫杠杆原理啊 你有时候搬东西搬不动 用棍子撬过没有 我撬过啊 这个就是杠杆原理啊 对对对 听孔老师的 走吧 你是谁 搬马西斯的人 我不喜欢你这种语言文字游戏 我有很多种办法让你开口 但是太野蛮了 我希望在文明社会里 用文明的办法 解决你我之间的矛盾 化学武器 是文明的办法吗 化学武器和其他武器 都是武器 都是战争的工具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你尊姓大名 我希望我们 可以用非常坦诚的方法 来解决你是如何欺骗我的 不是所有的日本人 都像我这样文质彬彬 战争的机器开动以后 所有人都变成了野兽 你想让我变野兽 你不是个野兽吗 很委扣 堂堂大学教授 如今已经变成了 文明社会不折不扣的野兽 这故中的变化 你从来没有反省过吗 在我的地盘里 你没有权利讨论我 还是说说你吧 你是谁 到这里来干什么 是你一个人 还是有组织的 你为谁服务 一天 潘山 你能出去一下吗 我想跟你的将军 单独谈一谈 他那一危险分子 不要相信他 潘山 你想看你的将军了 他不是个草包 你先出去 我单独跟他走 我的经历比较感渴 希望将军有耐心听完 我有耐心听有价值的东西 其他的都听不进去 我保证 我所有的话自自千钧 我一直相信的是智力和能力 今天 我们以这种形式坐在这里 我也没什么可以隐瞒的 事实上 我是个没有组织的人 所以也谈不上什么背叛和出卖 没有组织 想拖延时间呢 不是 我组织的首脑被捕了 我因为在中国执行任务 幸免一劫 说说你的首呢 以将军现在在日本的地位 应该听过 佐尔阁这个人吧 佐尔阁 你是佐尔阁的人 前年我受佐尔阁的派遣 来到中国 我的目的就是要调查日军 在中国生产化学武器的情况 没想到我来之后 他就被捕了 你是怎么认识佐尔阁的 十年前 十年前我参加了 佐尔阁的中国小组 参与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计划 之后 佐尔阁的行动 在国民政府的监视下 变得申不开手了 被迫转移到日本去 当时他带走了一批工作人员 我是其中之一 佐尔阁有什么特征 如果你见过他的话 一定会 跟我对他的印象一模一样 风流体操 将军 以你现在在日本的地位 你一定见过佐尔阁 他的公开身份是 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武官 我在军部的宴会上 见到过他几次 你见过他吗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号 那是你第一次 跟佐尔阁见面的日子 是吗 是的 就是那天 那天的东京 莫名其妙地 下了一场霧 帝国大厦的宴会厅 却是灯骨辉煌 当你走进去的时候 佐尔阁已经在宴会厅里了 真巧 那天我也身在其中 宴会厅里好热闹呀 所有人都在跳舞 跳的是 日本当时最流行的天面舞 男男女女 娘老上上 全部都在鲁厅里游荡 音乐 音乐就像是雾气 在大厅里挣抖 在大厅里挣抖 然后 佐尔阁慢慢地走向你 慢慢地 慢慢地 放下武器 一会儿海音从那条路过来 等到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吹哨 孔老师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这件事情我干不了 我不可能把石头推向向云老师 杜导 你听我说 这是科学 只有这样 才能救他 孔老师 这样吧 你把这里面的科学啊 跟我们讲讲 讲得通 我们就干 讲不透我们就不干 好 好 你们有没有过 这样的经历 做一件事情 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往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却常常能发生 这倒有过 我卖豆腐脑的时候吧 我就特别不希望遇到 那个南产的顾客 可偏偏就能遇到 我呢 就特别想遇到那一个 吃过我一次动风脑 长得漂亮的姑娘 可是偏偏就遇不上 这个我也有啊 我每次想抓兔子的时候 就惊起来的总是鸡 没错 这是介于哲学 和数学的现象 跟因果和概率有关 如果你要带着复仇 或仇恨的心理 把石头砸向海阴的话 基本上就砸不中 我明白了 孔老师 你的意思就是说 那十块大石头 肯定砸不着向海阴老师 是这样吗 砸中他的概率 还是有的 那只不过 比你要抓兔子 却抓到了一只凤凰的概率 要大一点 老师 你醒了 那个间碎啊 Kia